一邊拍手一邊走出飯店 傅崑奇好心情全寫在臉上 國民黨跟民眾黨立法院黨團 大家一個非常完整 而且善意的溝通 尤其這個會期是預算會期 這麼多人民的納稅錢 要用在哪些該用的地方 還有該怎麼樣把一些 上位編組的部分也要來推動 我們會持續的走下去 除了預告藍白會首牽手 一起監督執政黨 國民黨團書記長林思敏也提到 新會期還要推動兩黨的優先法案 推出的優先法案 比如說財政收視化分法 還有追上者保護法 都是我們要列為優先法案 要在這個會期來通過的 不過國民黨團明確表態 會自提巴西昭偉 並不會禮讓給民眾黨團 外界猜測 這會不會因此影響雙方合作默契 不會因為說昭偉 我們的選舉 而產生任何的不愉快 我們的氣氛是非常的融洽 在立法院裡面 每一個政黨的黨團 都有他們自主的運作 我們有什麼其他的評論 對於國民黨團沒打算禮讓昭偉 黃國昌沒多做評論 而在這場參序前後 民眾黨立委都避開媒體訪問 沒特別多做回應 藍白究竟合不合 未來怎麼合作 恐怕會讓新會期朝野衝突 增加更多變數 即使有繞齊之後 博定財寶